感谢神让我今天有机会来到这里 我想我已经在这里有将近一年的时间 我们从北唐一直在北唐服侍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题目叫做圣灵充满的教会 这是这个系列的第五讲 刚才傅长老提到 有一个可能是属灵复兴的事情 实际上我想从很多教会弟兄姐妹的反应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教会在可慕复兴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从圣经的角度来思考 什么是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 感谢神我们今天的诗歌中也提到 上帝的宝座在高天中间 我们的主耶稣是永活的神 他今天坐在宝座上 所以当我们来思考圣灵充满的教会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看起初上帝是怎样 在地上建立有形的教会 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在《石头行传》的第二章 就是圣灵的满意 我们要知道那时候 有许多的人来耶路撒冷聚会 而那个时候也是耶稣基督 他刚刚跟他的门徒们 做过复活之后显现给门徒 然后升天 升天之后发生了这个圣灵降下来 在五旬节的时候 让许多的犹太人来传扬神的作为 那这是圣经中第一次在群体中间 大规模的记录圣灵的充满 所以我们要知道 在这个圣灵充满的 许多的时代都需要都想模仿 或者是思考怎样让教会得到复兴 有圣灵的充满 但是仔细去看圣经的时候 你要知道 《石头行传》中所谈到的 这个圣灵的满意 是一个不能重复的事情 什么叫不能重复的事情 就是因为这一件事情 是一个圣灵的世代 和耶稣的时代的一个分水灵 因为这是主耶稣升天之后 来什么圣灵充满教会 那耶稣的门徒是不是 在圣灵充满之前没有圣灵 当然不是 因为耶稣曾经复活的时候 向他们显现就是说 你们领受圣灵 他们就受了圣灵 所以圣灵的充满 和圣灵的重生是不同的 但是圣灵的充满反映了 一个上帝的作为 就是教会的建立 那正如我们今天是2023年 主后2023年 我们不能够重复 耶稣那时候所在来的事情 但是我们可以去思考 上帝在那个圣灵满意的时代 给我们的提醒 给我们的引导 以及对我们今天的一个很重要的光照 我们该怎样往前走 所以我想在这个 《使徒行传》第二章 我今天是用整张 但会强调后面的一段 我们先看一下 五旬节的时候 这个画 这个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世代 是一个教会的世代 所以我们也称为圣灵的世代 所以《使徒行传》也被称为 圣灵行传 因为在旧约的时候 上帝启示他自己是耶和华神 然后圣子升天之后 圣灵降下 就进入了教会的世代 而圣灵的满意 和这个说方言等等 实际上是一个 对当时不信的人的一个审判 所以很多时候人觉得方言 好像是教会才有 不是是对不信之人的审判 而一致呢 在《使徒行传》中间 我们有机会会看 《使徒行传》中间 除了使徒之外 没有使徒之外 就没有什么医治 而且教会中间 而且经常会有软弱跟疾病 所以我们经常在思考的时候 就是说 当你看到圣经的那个世代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说 它对今天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 如果你错误的解读的话 会带来错误的想法 好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然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经文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主你给我们可慕 圣灵的充满可慕 教会的复兴 主啊 我们真的是知道 你的教会需要复兴 你的家需要圣灵更多的满意 然而我们也知道 主你要按照真理来引导我们 所以就求主来 洁净孩子的口 让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中间 教会的那个建立的时候 来思考 主你今天怎样提醒你的家 你的百姓来跟随你 谢谢主 求主恩待孩子 恩待我们众人 祷告不配 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好 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中间 我把这个彼得站起来 解说这个圣灵充满的这个现象 做了一个总结 那首先我们要知道 整个的《使徒行传》 在关于圣灵降下 以及由火焰般的舌头发出来 然后众人述说神的作为 只有大概三节经文 但是当使徒彼得站起来 讲解圣灵充满的 这个内涵和意义的时候 用了二十五节的经文 所以这个彼得来看就告诉你 圣经强调的不仅仅是经历 而且是经历背后的解读 彼得的解读是很简单的 他基本上就告诉 这个当时的耶路撒冷的众人 因为当时耶路撒冷 我们要知道是在一个犹太人 他们刚过了逾越节 过了逾越节所谓的五旬节 那这一天发生的五旬节 就是在逾越节之后的五十天 七个星期 五十天这个五旬节 通常又被称为丰收节 所以是这所初熟的果子 所以当时彼得站起来的时候 很多敬前的犹太人 还留在耶路撒冷没有离开 因为对犹太人来说 那个五旬节跟逾越节 这么重要的节日 只隔五十天 所以他们很多人远到 如果是回家再过来 因为那时候没有 现在有什么子弹列车 或者是甚至Bart都没有 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办法 回去再回来 所以他们很多敬前的犹太人 就留在耶路撒冷 就过一个半月 甚至两个月的时间 都在耶路撒冷 两个月的时间都在耶路撒冷 所以当当时彼得站起来的时候 耶路撒冷还是充满着 这个节日的气氛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节日已经被 有耶稣基督 这个定死复活 也带来很大的影响 所以当彼得站起来 讲话的时候 当天虽然会强调说有三千人 但是实际上 三千人是得救 但是听到他讲道的人 应该是绝对耶路撒冷几十万人 所以听到他讲道的人 绝对不是三千人 三千人可能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彼得讲的是什么 彼得讲的很简单 他说首先犹太人 和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 那当然这里也包括一些 敬前的外邦人 他说 我就把他的折耀 额耀地讲了一下 他说这里谈到说 他马上就知道耶稣 他说首先这件事情 不是因为人被酒喝醉 这个人讲很多的相谈 不是因为喝醉 而是什么 而是因为 耶稣基督的灵 耶稣基督是内容 耶稣是基督 他说你们 他就是当时的耶路撒冷的众人 他说你们按照 借着无法之人的手 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就是谈到耶稣基督的受死 然后杀了 然后他又引用旧约大卫的诗篇 说什么 大卫的诗篇在诗篇十六篇说 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 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快 然后他说 耶稣基督 耶稣就是大卫所说的 那一位圣者 他说这耶稣 神已经教他复活了 我们都为这件事做见证 然后他就谈到 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耶稣现在被神的右手高举 就是耶稣升天 坐在宝座上 然后从父领受 所应许的圣灵 就把你们所看见 所听见的浇灌下来 所以他告诉耶路撒冷的众人 这个时代 是耶稣基督 升天之后 所带来的圣灵的时代 然后他说 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 这位耶稣 神已经立他为主 为基督了 彼得在这里 首先他看到的是 你很奇怪 彼得是没有 从人的角度来说 没有什么学问 不像保罗 他们说保罗算是有两个PhD 但是彼得没有 彼得是一个渔夫 但是他们跟随耶稣基督 他们从小在会堂里长大 所以他作为使徒的代表 当时保罗还没有信主 他马上谈到的是 旧约先知的预言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说 他谈到先知约尔的预言 他谈到末后的日 他说今天这个世代 这是一个末后的世代 像今天你我都在末世 末后的世代的预言 在旧约先知约尔就已经提到 那谈到他的神的灵 浇灌所有的人 不论是少年人还是老人 还是仆人和婢女 不论身份地位 然后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末世 那你说这个时候的末世 是不是都显现 当然不是 所以在彼得为什么要讲这个 彼得要讲的是 神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 彼得的讲道实际上是非常的长 我刚才做了一些总结 那这里是一个大纲 就是彼得在传的就是耶稣基督 他不是在讲一些心理治疗 他也不是在讲一些 比如说你们现在人很忙 所以有人就说忙碌是魔鬼 所以就给你一些对付忙碌的方式 教会不是在讲这些东西 教会要讲的是什么 教会要讲的是耶稣基督 彼得一开始他就讲耶稣 他说你们要知道 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世代 乃是神从起初就指明的 神在这个世代要做的 就是传讲耶稣 不是在传讲一些有的没的 所以彼得讲的是鱼尔 彼得讲到的是末世 耶和华可谓的日子 实际上这个末世 我们都在这末世中间 末期还没有来 彼得讲的是犹太人 不是犹大 是犹太人也可以说犹大 犹太人盯了耶稣 他马上就指责当时的人 彼得他不会说顾及 说他当然是讲得很委婉 但是他讲这个事实 他们刚刚经历了耶稣被盯 然后他谈到弥赛亚 犹太人的盼望 犹太人他们盼望的 他们过那个节日盼望的 就是神的弥赛亚的来道 可是他们却把弥赛亚盯了十字架 彼得呼吁人悔改 所以他的总结是很简单的 总结就是耶稣是主是基督 也是教会在地上最主要的宣告的信息 而他引用约尔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调整 他引用约尔记是说 到那时候就是末后的世代 凡求告耶和华明的就必得救 但是什么 但是他说的时候是 到那时候凡求告主明的就必得救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什么 这位耶稣在这个末后的世代 就是上帝荣耀的本体的真相 上帝他自己的显现 所以有时候我们诗歌的时候 我就提到说 诗歌唱耶和华明很好 但是在敬拜的时候 不能只唱耶和华明 一定要提到耶稣 为什么 因为在这末后的世代 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 彼得在后面的始祖行传中间 还有四次信息的传讲 所有的信息都指向耶稣 所有的信息都围绕耶稣 是谁 他做了什么 对今天的世代有什么含义 所以当彼得的信息传出去的时候 他教会的建立 就什么 领受他话的人都受了几 那一天 门徒约添了三千人 他们都专注于使徒的教导 团契 拨饼和祈祷 众人都心存敬畏 使徒们又行了许多歧视神迹 所以你会看到 圣经中的歧视神迹 都是为了印证使徒神的仆人 神的仆人们 印证耶稣 还有在旧约的时候 印证先知 以利亚 以利沙 还有摩西 就是为了印证他仆人们的权柄 而不是被某一些人用来做噱头 来吸引人 好像进入一个 变成一个CEO 来manage一群人 不是的 神迹骑士 圣经中的神迹骑士 是为了使徒先知 来设立教会的根基 所以信的人都住在一起 繁武功用 又卖了田产跟家业 所以这些 今天这个世代 有许多的假教师 他们真的是 想去用这些事情来吸引人 但是他们又不会做这个 信的人都聚在一处 繁武功用 卖了田产跟家业 他知道做不到 所以这些都是要 小心这些教导 他说照每个人所需的 分给他们 按需分配 天天去敬拜 好像没有工作 一会再解释为什么 刚才已经提到一些 家中剥饼 存着欢喜 坦诚的心 用饭 赞美上帝 所以我称它为 正常的基督教会 这个教会是什么 教会领受神的话 就是传讲 关于耶稣是谁 做了什么 对我们有什么 生命的提醒跟改变 这才是教会 正常的教会 信而受洗 受洗是一个宣告 也是个顺服 我曾经很不想受洗 我是很久很久才受洗 但是我后来知道说 耶稣也是这样 为此尽诸般的义 星期天的崇拜 耶稣照常去会堂 有谁可以教导耶稣 没有人可以教导耶稣 他三十岁的时候 仍然照常到会堂 他去那做什么 浸诸般的义 我想耶稣绝对不会迟到 跟随学习 使徒教训 彼此团契 拨饼祈祷 但是我下面 把这个列了红字 聚在一起 繁物公佑 这个是不是共产主义 变卖家产 按需分配 所以使出行传 不仅仅重要的是 你要正确解读 圣经它是历史 它也有教训 你不能够随便地乱用 天天在圣殿里敬拜 在家中拨饼 为什么在家中拨饼 那都跟当时的历史 实在很有关系的 因为他们 大部分的犹太人 不认耶稣是基督 所以拨饼这个圣礼 不可能在圣殿里行 欢喜坦诚用犯 这是可以共用的 赞美上帝 所以这是一个 正常的基督教会 正常的基督教会 是有神的话语 有神的百姓 然后有神的生命在一起 所以教会的记号是什么 教会的记号 在刚才就已经体现出来 是超越时空的 教会的记号 就是有行圣礼的表现 洗礼是借着信而得赦 圣参是同享基督的生命 这些都是有行的记号 可是它背后指向的 乃是那无形的本质 就好像今天我们孩子毕业了 为什么要有一个毕业典礼 大家有没有想过 那个毕业典礼重要呢 还是那个什么 你每四年的好好读书重要 然后有很多人拿了名誉的博士 我不知道就不讲了 很多名副其实的 还不名副其实的一堆 什么是重要的 所以从一个我曾经不想洗礼的原因 就是说 好像我信了就行了 我知道我重生了 但是这个在神眼中同样重要 教会当新约的新教的时候 改教的时候 有一个曾经是在天主教的传统中间就说的 他说凡不以有行教会做他的母亲的 也没有上帝做他的父亲 然后新教的后来的改教家们 还有就回到说 这句话有他的一定的道理 也不能完全说他错 他的原则就是 凡不是在有行的教会中间 真正 借着有行教会的正常的恩典的渠道 就是讲道团契等等 来跟随神的 他可能生命没有真正重生 所以新教的改教家们 没有把这句话完全剔除 他说在教会之外没有救恩 在教会之外没有救恩 我想今天我们要非常小心提醒说 春灵充满的教会 告诉我们教会之外没有救恩 我一会儿有机会再讲 这个后面的会做一些诠释 所以在教会的肢体生活是什么 就是福音的使命 这个福音不仅仅是 给出信的人 也是给已经相信的人 我们一定要知道福音不是 A B C 这是Tim Keller摩世经常讲的 福音是A to Z 是整个生命都被福音充满 我们每天都需要上帝的赦免 我们每天都需要悔改 因为我们生命中有老我 迟到一种老我 我自己以前也是迟到 但是对付老我 才是基督徒生命的常态 如果你没有对付老我 你实际上可能还没有重生 为什么 因为只有你重生之后 你才会像保罗说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我感觉到我身体中有个律 凡是我想做的事我做不到 凡是我不想做的事我却做 为什么 因为神的灵使我们重生之后 才会觉得说 我知道是罪 但我做不到 所以我需要福音来再次安慰我 再次勉励我 基督已经为我们死 他的血洗尽我们 过去 现在 将来所有的罪 所以这里我特别提一件事情 就是关于祈祷 圣灵充满的教会 使徒传承的教会 对祈祷非常看重 这里的祈祷 不是私底下的祈祷而已 我在今年的祷告会中 用了这位苏格兰的 Jonathan Edwards 为他写自传的 叫Robert Murray McChain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 What a man is on his knees before God That he is and nothing more 一个人在上帝面前跪下的时候 他是的 包括他所求的 才是他的本相 今此而已 你注意到这些都是谈到 人与神的关系最重要的是 他在神面前是怎样的人 然后在阿拉伯世界 当基督徒去教会的时候 阿拉伯的基督徒 他们说 我去祷告 没有群体的祷告 你根本不是 可能还没有进入教会 今天我们这个世代 真的是 他说 A Christian is a person will make it easy for others to believe in God 当你知道吗 当时你来聚会 就是你出现的时候 我就知道 就是一个见证 你不是为了 光是为自己 而是为神的家 祷告非常重要 祷告 群体的祷告 更胜过 个人的祷告 为什么 贾尔文曾经说过 贾尔文曾经说过 如果你没有进入群体的祷告 你没有在群体的祷告中 学习按照上帝的真理来祷告的话 你个人的祷告 是根本没有办法成长的 我们今天看到说 教会成长的时候 都会看到主日聚会的人数 这个没有问题 我也希望有这样的方式 但是我更希望教会的成长 不仅仅是 也要包括祷告会的人数 或者是群体在一起祷告的人数 你可以是 不一定是教会的祷告会 但是你可以去团体的祷告会 你要有啊 你要不能关顾自己的事 也不能关顾小团体的事 你要顾教会神的国度啊 What a man is on his knees before God That he is nothing more 你祷告会求的是什么 真教会生活的拦阻 今天在这个世代 每个人都有 smartphone 我也经常用 我也有亏欠 我在这个上面也有跌倒 Carl Truman 这位神学家他说 今天这个friendship的语言 友谊的语言 已经被互联网跟社交语言 我在Facebook有很多friends啊 我在LinkedIn也有很多connection啊 可是这些connect跟friends 已经是贬值的 对不对 他说这些语言反映 并鼓励人比较幼稚 因为这个幼稚的核心 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自我中心 他就说 为什么今天实际上这个东西 按理说是应当更加沟通的 对不对 电话的发明是为了更加沟通 但是会不会今天家中有四个人 都在用手机看自己的东西 会不会 我就大家都知道啊 所以Carl Truman就说 他说这是一个变形虫 就是把我们的人引说 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世界中间 不需要承担风险 也不需要向他人敞开 没有自己真实的脆弱 没有承诺 没有牺牲 也没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你知道吗 Auntie Margaret 姐妹在的时候 她说我实在不能来 我才不来 我一定来教会敬拜 实体的敬拜是永远不能够 为Virtual的看video取代的 所以John McCarthy 他就说 他说基督教不是一个私人的经历 那个是其他的伪宗教的经历 绝不应该独自活在一个 可以自己完全掌控 没有其他人知道 孤立却有巨大诱惑的个人世界中 那是致命的 你的西路途生活 没有群体的生活 那是致命的 在1945年 一个灰蒙蒙的金银 在福克森堡的纳粹集中 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 他当时在 他本来是在美国讲学 但是后来听到俄国 这个纳粹德国的事情 他就回去了 我要与我的教会 与我的百姓 与我的弟兄姐妹 一起来面对纳粹德国 他回去了 回去之后 我们知道他曾经参与过 这个暗杀希特勒 一个计划 然后被抓住 然后这个希特勒的跪子手 就是希姆莱 特别下令 在纳粹德国败亡之前 把他处决 他就被捕两年的时候 在这两年中间 他就从监狱转到监狱 从泰戈尔到柏林 到瓦尔德 再到舍恩堡 最后到福克森堡 福洛森堡 在这四处迁徙的过程中间 他失去了 他最宝贵的一件事情 而这个事情 就是他写的一本书 他的这本书 当然是在 他失去这个之前写的 他这本书叫 Life Together 有中文翻译 叫团祭生活 这本书就建立在 他的经文 就是诗篇133篇 他说 看啊 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在这本书的前面几章 你可以在网上查到 他说 其他基督徒实体的同在 是信徒 无与伦比的喜悦 和力量的源泉 也是三位一体上帝 仁慈同在的实体的记号 那些照上帝旨意 有幸与其他圣徒 在每日生活中团契的人 是蒙受何等 测不不可测度的 财富 他说 如果你有团契生活 会下感恩 这是恩典 唯有恩典 我们才能与基督徒 弟兄们相交 Life Together 他有另外一本书 也很影响我 就是廉价的恩典 廉价的恩典 他说不是我们所领受的恩典 不是廉价的恩典 是仲价的恩典 仲价买回来的 好 那回到 这就是教会 这就是健康的教会 就是什么 圣灵满意的教会 有团契生活的教会 弟兄和母同居的教会 生命能够彼此承担 彼此分享 而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的教会 那不是教会 那是致命的 当然这个就呼吁 我们弟兄姐妹尾声 不是星期天冒个头 然后有时候网上 就好像在WeChat里有潜水一样 我有时候在很多群里被潜水 出来冒出来冒 有些人就会 平时不讲话的 突然两个月冒出来 打个招呼 不是的 教会的记号 四个记号 One Holy Catholic Apostolic One就是一 唯独一个教会 那你说今天我们不是基督之家 还有七家 基督徒会堂 还有很多教会 那这个什么意思 这个是我们一会会解读一下 教会有无形的教会 跟有形的教会 第二个 Holy Holy表现在什么地方 Holy是上帝的本质中间 唯一被重复三次的 圣经从来没有说上帝是爱 爱爱 No 上帝是爱 上帝是公义 没有三次 上帝是什么 慈爱 上帝是良善 上帝是 No 上帝在旧约圣经中间 或是整本圣经中间 只是谈到上帝是什么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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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今天我们知道 有很多的教会 已经不怎么讲这个 就是上帝的自存 自我拥有 自有拥有 还有呢 他跟所受造的之物 截然不同的那一位 独有的上帝 教会要传讲 我们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 是一位圣的神 然后最后 后面两个特点 大功 大功的意思 不是公正与公义 大功是什么 普世的 common的 是合一的 联合的 common 就是教会是普世的教会 教会不是一小群的人 我们对圣经有一个解读 然后呢 凡是从外面来的 我们怎么样 就不用听他的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 他可能解的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他没有教会 2000年大功教会的传统 他没有使徒信经 之后的尼西亚信经 这么多信经 帮助你来更全面的 认识教会的 真正的真理是什么 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 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今天教会失去的 是对真理不够执着 不认不够清楚 大功是Catholic 是普世的教会 我们今天与中国 与俄罗斯 与Ukraine 与其他所有的 凡是使徒性的教会 都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我们在真理上的合一 最后Apostolic 是很简单的 Apostolic就是说 教会建立在 使徒与先知的根基上 就是我们今天 为什么读使徒行传 来看圣灵的充满 我们不是说 可能发生的 这些历史上的 教会的这个复兴不好 只是说 唯一有约束力 和衡量标准的 乃是圣经本身的启示 其他的 感谢神 如果有好的事情发生 但是最终 不能够过圣经的 约束跟权柄 好 那回到我们这里 就是谈到说 教会是真理的 注射根基 谈到我们谈到 教会有 无形的跟有形的 在使徒信经中间 谈到这几个 我们今天做一些 简单的解释 我信圣灵 我信圣而公知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这三个 都跟今天我们所谈到的 圣灵充满的教会 息息相关 圣而公的教会 再讲一遍 是圣洁联合的 在真理上 在基督耶稣的 生命中联合的教会 圣徒相通 是与主的联合 好 这里有几个 要理问答的问题 在西米 Westminster的 大要理问答中间 他说 那些听了福音 并加入教会生活的人 是不是都得救了 当你想到 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 你就想到一件事情 可能不都得救 因为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 彼得穿讲福音的时候 三千人 是不是只有三千人听到 当然不是 很多人听到 但是得救的只是少数 所以 在这个答案中间是说 他说并不是所有听了福音 又加入有形教会生活的人 都是得救的 唯有无形教会中的真成员 或者是真实的肢体 才是得救的 所以你看 教会需不需要传扬福音 消费不是说我福音讲完了 然后我继续晋升 所有的真理都最后回到福音的根基上 跟福音息息相关 教会中间有许多人可能还没有重生 他可能加入教会生活 但是没有重生 那你说这样区分有意义吗 当然有 我们来看 有形的教会 先看有形的教会 什么是有形的教会 有形的教会是由 刚才谈到教会是one 对吧 apostolic holy 有形的教会是由世上各个时代 包括旧约 各个地方凡任性真宗教的人 和他们的子女所组成的一个群体 那有形教会享有什么特殊的权益 他说有形的教会可蒙受神特别的眷顾与治理 这里有几个权益 他列出来 尽管有仇敌的抵挡 但是在各个时代中 仍蒙 护佑得保守 你会看到在任何世代中间 神的家虽然有时候被魔鬼攻击 比如说牧师跌倒 比如说假教师进来 但是都有一群人持守真理 都有真教会的存在 同样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眷顾 还有什么特殊的权益 就是有圣徒之间彼此的交通 也可以使用蒙恩的管道 以及蒙恩的管道就是谈到圣礼 谈到福音的宣讲 谈到等等 并耶稣在福音中 向所有成员发出的恩典的邀请 见证 一切信他的人都会得救 来到他面前的人都不被丢弃 你看有形的教会 就一直把这个恩典发出去发出去 你今天不信没关系 你还是有机会信 只要你在教会中间 我自己也是这样子的 我来教会很久很久 我在大学时代就去教会 但是是偶一为之 没有重生 然后在研究院去教会 然后 但是中间就不断听到福音的邀请 就不断听到对人败坏需要拯救 而不是需要标杆 我的人生不需要标杆 我在中国就很有标杆 我需要的是福音的拯救 我需要的是救赎我脱离所有败坏的后果 并且生命得以更新的那一位救主 福音是救赎的好消息 不是生命变得更好的好消息 好 回到这里 有形的教会对我生命非常非常大 感谢神 我一直在有形的教会中间听到福音的呼召 然后无形的教会 无形的教会包括过去 现在 未来 在元首基督名下 所有聚集归一的所有选民 那无形教会有什么特别的权益 特殊的权益就是 借着基督 无形的教会可以在恩典与荣耀里 享受与他联合 与他相同 你会听 当你读到这些的时候 你知道为什么教会有时候 很多时候不愿意讲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好像太虚了 太空了 可是我再讲一遍 所有实际的 胜利都指向那背后 这个真实 这个真实远胜过 在今世可见的胜利 如果你不看重背后的 这个真实的话 你到教会来 真的叫入宝山而空回 好 回到我们这里 我刚才这里列了一堆的学校的名字 哈佛 Princeton Calvin Brown University 还有什么这里 Williams Yale Dartmouth 然后什么 Duke Emory 这是我们华人都喜欢的一些学校 South California Georgetown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the South 等等 这些都是什么 旁边那个红字 这些都是为了 为了培养神职人员 为了培养传扬真理的人 哈佛虽然不是 这个我们所说的 某一个宗派建立 他是你会看到哈佛的网站上 我今天再去确认一下哈佛的网站上 他说是Massachusetts Common Colony 好像他当时的管理这个教育方面 但是他当时建立的 他的Massachusetts Massachusetts 他当时整个是Puritan 是什么 清教徒最早移民的那个地方 所以哈佛他说 我建立是为了培养教会的神职人员 什么教会 Church in the Wilderness 在旷野的教会 培养那里的什么 服侍神的人 跟随神的人 这些当然今天已经什么 更好还是更坏 我不知道 在某种角度可能更好 很有名气 但在真理上面早就遗失 所以中间当然还感谢神 有很多的基督徒的组织在中间努力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想说的是 真正使人得尊荣的是认识真神 是得真理 有真理并且得自由 在今年是2023年 每一个世代都有他非常重要的提醒 在今天这个世代 这是这个有一本书叫 基督教真伪辩一百年 这本书 他的作者是John Brisson Machen Christianity and Liberalism 他在一百年前就指出 有一个非常大的趋势 然后我一看 我说真的是 今天一百年之后 他这句话讲的还是很重要 那这句话我们要知道 他这里提到一些很重要的 就是在最后一章论教会中间 他提到一些很重要的提醒 他说近代教会是 就是一百年前写到 1923年他写的 今年2023年 他说有一个很重要的 很显明的事实 就是教会越来越无知 而且无知的可怕 教会落入这么可悲的光景 是很多因素造成的 你要想想哈佛这些的堕落 是从哪里来的 就是从失去真理的角度来的 其中之一就是教育普遍低落 对神真理的认识 不是越来越让人去更追求 而是越来越再简单化 再简单化 他说在文学教育 跟历史教育上都是如此 你要把一个民族的 他对真理的追求抹杀的话 你就重写他的历史 把历史这个东西降低 不会真正启示他真实的事情 文学教育历史教育上降低 然后他当时一百年前 人过分强调方法 他并不是说方法不重要 他说不要过分强调方法 以致牺牲内容 过分强调实际的好处 以致牺牲人类更高的属灵遗产 你到教会来中间 我自己也是这样 我在教会 我在New Jersey的时候 去那个教会 我觉得午饭吃很好 因为我是穷留学生嘛 那时候 而且我也没有机会去吃到 那时候刚开始 还没有在餐馆打工的时候 在那里吃 所以我就非常好 然后虽然我当时 每一次都很累去那里 因为前一天刚打工 但是这些是重要的 我再讲一遍 这是重要的 但是他的目的是什么 梅宸 他这样说 不要过分强调实际的好处 好处要提供 教会就是要做这件事情 教会就是要借着这些 让弟兄姐妹们交通 这些是好处要做的 但是不要牺牲 并且强调人类更高的 属灵遗产 今天教会更高的 属灵遗产是什么 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 团祭的注释与根基 真理 然后他说 还有一个因素 比这更可怕 教育低落 我再讲一遍 这个教育低落 并不是他不会英文 并不是他 比如说他没有PhD 这个教育是 文学 历史 属灵遗产的教育 很低落 教会越来越无知的方式 比教育低落 还有一个更厉害的是什么 误以为基督教只讲生命 不讲教育 只讲生命 不讲教育 为什么会有人把 主日这么宝贵的时间 用来讲一群说 有的没的 今天我们busy 繁忙是我们的魔鬼 我们要对付繁忙 然后就讲了一些有的没 教会这么重要的时间 讲这个 不讲耶稣基督 并他钉十字架 今天我们真的是 失去这些 基督教不讲教义 所以教导的内容 就不需要符合基督教了 这是很可怕的 我们今天要对真理火热 在圣灵中对真理火热 什么是圣灵充满 在真理上 榨根 深造 尾身 所有有形教会的好处 要做 要做 教会继续往前推动 但是不要忘了 我们所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那更高的 树林遗产 更美的人的盼望 圣灵满意的教会 很简单 使徒的教训 使徒的教训是什么 福音的宣讲 福音宣讲的核心是什么 耶稣基督 就这么简单 你认识耶稣多少 你读了福音书之后 你真的懂了吗 我非发现今天很多的时候 我们讲耶稣 没有懂得耶稣到底是谁 不仅仅是谁 而且他带来怎样的 那个 把整个天地之间连在一起 把我们在上帝面前 那个亏欠 今天时刻谈到的 我们在上帝面前 我们怎么敢说 上帝你来把宝座 设在这里 No 这是对上帝的大不敬啊 上帝的宝座 你可以告诉他在哪里吗 今天真的是很可惜 我们对耶稣不认识 我们不知道耶稣高坐在宝座上 所以我才要把他拉下来 不 我们要去 服服在神面前 认识神 圣经的真理 呼吁人悔改 悔改 你真的知道悔改是什么吗 我受洗的时候 我才知道 我连受洗 我还要悔改 每天都要悔改 玛丽路德说 当耶稣来呼召人悔改的时候 你要一生悔改 我每天都需要福音 RC Sproul他说 我连五分钟 尽心尽意 尽力尽性 爱诸我的神 我都做不到 我们有谁敢说 我不需要每天悔改 每时悔改 圣灵里的重生 你认识圣灵吗 圣灵不是能力啊 我们把圣灵当成 可利用的能力啊 你认识圣灵他吗 他是主啊 为什么今天会有人 用这些噱头 用这些有的没的东西 来说 这就是圣灵充满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圣灵可操纵 他觉得圣灵不是主 圣灵是他某一个人 扩展他的影响力的方式 你真的知道圣灵吗 圣灵是主啊 圣灵所以几亿 使人重生 不是我 不是你 你不能凭着你的决定 使你自己重生 如果是这样 今天就不需要传讲福音 圣徒相通 得以造就成长 你许基督徒有相通吗 在主里面相通吗 我也很有亏欠 我那次前一阵子去 这个退学会跟通灵一行 我就说 哎呀真的是 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太相通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我们要饶恕 我们要再真的饶恕 彼此饶恕 我自己也 我自己为什么 我自己知道 学习饶恕 饶恕最好的方式 多祷告 你觉得这个弟兄得罪你 你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为他祷告啊 祷告中间 你饶恕他 我有时候可能 为我的弟弟都不怎么祷告的 家人都不祷告的没有 祷告 饶恕 圣徒相通 我知道很多人害怕受伤 没关系 害怕我也可以理解 我也 我也很多时候 我为什我可以跟中序弟兄多一些交通 多跟他有一些交通 我离他离他离他那么近 但是没关系 在主里面 纪念 祷告 真正 得以成长 长大成人 为要做什么 为要传扬耶稣 传扬耶稣 所以我们北堂在 前一阵子有一个敲门行动 我就很感恩 虽然我跟弟兄姐妹们 有时候交通的时间不够多 但是 总会 去出去 走一圈 大家说 哎呀 这些人真的需要福音 然后我们中间真的是 祷告 去敲门 经历上帝的作为 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为什么要为宣教士祷告 我们各个团体有为宣教士祷告吗 你在的团体有为宣教士祷告吗 或者说你有没有提醒你的团长 领袖 为宣教士祷告 这些都是圣徒相通啊 我们不仅仅是在这里一群中国人 No 我们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亏负了当时戴德生 那么多的属灵伟人传福音给我们 我们不是光捐钱啊 我全要捐 因为他们真的有需要 我们要为这些祷告啊 这个祷告的代价要付的 祷告让你的生命像耶稣 让你的生命谦卑 基督的生命成长的最重要的就是 谦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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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是最重要的谦卑 学习是谦卑的表现 愿神的灵 充满他的教会 在真理上 跟随 听 认识耶稣 奉圣灵为主 圣灵是主 耶稣的福音 我们圣徒相通 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赞美你 是的 你的灵是主 耶稣基督是主 圣父是主 我们有一主一信一喜 谢谢主 你在一些人的仆人 寇建都 还有你的众使女 众仆人 在这个湾区建立基督之家 让我们领受 你宝贵的福音 求主你的灵充满 浇灌 加能力 给你的教会 让众人的心 能够单单仰望你 让众人的心 在圣灵中合一 做一个圣洁 讨你喜悦 被真道的喜敬 可以献给你的心腹 求主你的名 得到最大的荣耀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